Hi,大家好,我是Oji-san 欢迎收看2022年6月10日的澳洲重点新闻 Oji-san每日用中文报道 生活在澳洲不能不知道的时事新闻 想要融入澳洲生活 那就赶快按下追踪或订阅哦 现在要申请或者是换澳洲护照 要等待很长的时间 甚至到Passport Office都要排队排得很长 为了避免冗长的排队 甚至有人在AirTask网站出价以1小时150澳元 请人来帮忙排队 不仅仅是这样 因为出国的需求增加 原本只要三个星期就可以申请到新的护照 现在可能要等到八个星期 各位澳洲公民 如果准备出国游玩 现在又赶快去申请哦 不然你的旅游计划可能会被打乱 好,相信大家已经知道 澳洲的官方现金利率是0.85% 这是从2019年9月以来最高的水平 也是12年以来 第一次的连续加息 但是联邦银行声称 澳洲的经济将会在未来的12个月内 急剧放缓 在现金利率上升以后 澳洲储备银行可能不得不在明年的年底前降息 好,最后一则消息 在截至今年5月的短短6个月内 昆斯兰有近3万个人 因为没有吸安全带 或没有正确佩戴安全带而受罚 罚款总额将近1200万元澳币 在被抓到的那些人之中 有人被发现他们的腿上有婴儿 有孩子的头上系着安全带 竟然还有一名男子开车时 安全带系在副驾驶座的那一边 这真的蛮夸张的 昆斯兰州将从下个月开始 对违规驾驶实施更严厉的处罚 从7月1日开始 没有正确系安全带的罚款 将升到1000澳币 而司机将会被扣4点 欧吉桑呼吁大家 在澳洲请遵守澳洲的交通规则 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 我是欧吉桑 如果大家对澳洲留学移民或生活 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们都可以问我 最后不要忘记关注或订阅我的频道 这样你才不会跟澳洲脱节哦